我国将设立本地首个专门协助网络安全起步公司发展的创新中心 新中心下个月启用 预计未来两年将培训100名网络安全专才 并帮助多达40家网安起步公司 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在国会辩论部门预算时指出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去年推出多项计划 帮助物流业和零售业数码化 其中 甘榜阁南将成为本地首个零售业数码化领理 让200个商家采用数码技术提升业务 首阶段数码化工程将在今年第二季展开 政府也在探讨推出电子发票 协助商家降低营运成本 并更快速收到账款 政府也将推出新资助计划 把多个面对困难的企业 以及提供解决方案的业者集合在一起 为企业开发数码解决方案 每个项目可获得最多50万元资金 而如何通过数码化转型 也是本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网络安全局将同资讯通信专才协会合作 帮助中小型企业提升网络安全知识 以更好的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部长也指出 网络安全是一个迅速增长的领域 有望在2020年前 为我国创造9亿元的收入 给国人开启众多契机和工作机会 政府也同新电信Innov8 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 下个月设立本地首个创新中心 协助网络安全起步公司 培训网络安全专才 上线 Gef Bien分析 吗 吧 我们在公司ãydalas 那边 外来 encont